因为昨天受伤差点死去 让林云更加的想念雨昕 拿起电话就直接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两人不知道说些什么 时间就不知不觉的过去了 直到重宣再次的推门进来 林云已经知道柳洛霜待在家里闷得发慌 和林欣一起去云门药业上班去了 重宣端了一碗稀饭进来 看见林云挂了电话 也没有问林云刚才是给谁打的电话 谢谢你 虽然重宣不将自己搬到床上去 自己也会慢慢的疗伤 但是林云还是非常的感谢他 毕竟这个地方也是重宣家的 还说什么谢谢 你都救了我好多次了 重宣见林云喝完粥 将碗端走 想了想又问道 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 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一个司机 还有你为什么易容 林云沉默了片刻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是谁的 重宣见林云没有回答 也没有拒绝 心里砰砰乱跳 又保证了一句 我 我也不知道跟你怎么说 我在燕京办了一家公司 来清化的目的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就是找雪莲子 我听说慕容家有的 就托你寻找慕容家 至于易容 因为怕耽误时间 林云想了想 还是没有将自己的确切身份说出来 哦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已经让人找了两天了 但是一点点消息都没有 你不要着急 我还在找 一旦找到 我立刻告诉你 还有 谢谢你的手链 重宣说着 将手链在林云面前扬了扬 林云笑了笑 没有说话 重宣见林云没有回答 抿了抿嘴唇再次说道 其实我刚才想问的是 你为什么会做出这种 可以自动反击的手链 这手链我看过了 只是普通的材料啊 里面没有任何的电池和磁场 你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做到的吗 你放心 我真的不会对别人说的 说完 重宣很是期待地看着林云 说句实在的 他对这粗糙的手链 心里已经疑问了几天了 再要不问出来 估计都憋坏了 林云叹了一口气 这真的让他没有办法回答 做这个手链是为了以防万一 没有想到自己还在轻化 这手链就要起作用了 这重宣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啊 不见得比自己少吧 看着重宣无比期待的神强 林云找不到好的借词 只好胡扯道 我是从天上下来的仙人 因为犯了天条被贬到人间 说完了 林云居然输了一口气 总算找到一个半开玩笑的借口了 这个借口是借助猪八戒的故事 相信没有人会去认为 这个说法是真的 这重宣听了 也就知道自己不愿意说了 就此不再询问 那是最好的 啊 我一直以为你是仙人 没有想到这是真的 重宣两眼放光 忽然一把抓住林云的手 生怕林云就此飞走 这也有人相信 林云两眼一黑 几乎又晕了过去 你还真相信啊 林云一脸惊讶地看着重宣 这女人怎么智力好像有点清零的 当然相信 不过现在我不问你 等你伤养好了 我有话跟你说啊 诶 这不是我给你的手机 重宣拿过林云放在手里的手机 你说你没有手机 这是什么 哼 你骗我 重宣毫不犹豫地用林云的电话 打了自己的电话一下 林云无奈地看着重宣 接过自己的电话 不再理他 闭上眼睛 开始继续疗伤 三天后 林云已经完全康复 重宣还是没有找到慕容家的下落 林云不想再等下去了 给重宣留下一封信 自己离开了清化 与其在这里死等 还不如自己去香港找刀酒 至于那张图 林云一直弄不清楚去了哪里 重宣这几天没有什么心思待在公司 要不是公司刚刚重组 事情太多 他还真的不愿意继续留在公司 每天只是想早点回去和林云聊天 原来冷冰冰的性格 因为林云的关系居然变了好多 小南也是很奇怪 重宣的变化 他看得清清楚楚 这大小姐 重家老院里面藏了一棵小草 他是知道的 每天看看重宣来不及 想回去和那个小草亲亲我我的时候 他就想笑 冰冷的重宣也有了喜欢的人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自从知道了小轩老屋藏了小草后 小南就很少再去重宣的住处 小轩 你男朋友怎么不带过来 让他也到公司来做事啊 今天小南见重宣又是急急忙忙的 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 大趣的问道 啊 重宣脸皮还不厚 立刻就变红了 马上就想说什么 不过居然想了一会儿 没有反驳 看见重宣的样子 小南暗叹 心说啊 坠入爱河的女子 还真的难以用常理衡量 重宣今天的心情却是特别的好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仙人保镖 已经康复了 准备今天带他去情人酒吧 喝一杯艳阳冰的 所以和男姐再见后 迫不及待的推开了林云的房间 空空的房间 让他有一种空虚的预感 看着床上的一封信 他忽然有一种感觉 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个保镖沐云了 三步并成两步 拿起床上的信 迫不及待的打开信 认识你很高兴 我走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收留 至于慕容家 找不到就不要再找了 也许没有这个家族 哦 忘了对你说了 我可不是仙人啊 不要误会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以后有缘再见吧 林云 聊聊几个字的兴致落到地上 重轩坐在林云的床上 忽然觉得很是无力 一阵阵的发软 为什么说走就走呢 我为什么要在意 这个普通的保镖 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认为自己每天陪他说话 就是因为他是仙人 可是自己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只是喜欢和他聊天而已 况且事后自己也认为 自己当时昏头了 将林云当成仙人 哪有这样的仙人的 况且仙人一说 也太荒诞不惊了 只是没有跟他解释而已 他误会自己了 还有原来他本来叫林云的 这名字怎么有点熟悉呢 对了 自己有他的电话 想到这里 重轩连忙拨打 自己给他的那个云精灵 声音在床头响起 这个电话 沐云根本就没有带走 重轩不死心 继续拨打林云原来的电话 上次自己发现他电话的时候 顺便用他的电话 打了自己的电话一下 所以有他的号码 幸亏是自己上次 做了这种事情 不然还真的找不到这个人 可是让他失望的声音 依然传来 电话依然是不在服务区 林云再次来到了钢山的山顶 没有发现图的踪迹 虽然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 但是看样子和自己无缘了 放下心思 不再继续寻找这张波图 林云快速的飞往香港清水湾 并没有急速的赶路 就是这样 一个小时不到 林云已经来到了清水湾一带 刀九很好认 林云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就找到了在豪华私人庄园里的刀九 一条刀疤从左眼滑下 手里还拿着一根球杆 周围几名保镖 还有两个美女在忙碌着 看样子 这刀九过得不错 林云走进高尔夫球场 几名保镖才发现了 突然走进来的林云 纷纷围了上来 刀九也看见了林云 他常年生活在刀口舔血的日子当中 林云一出现就给了他极度危险的感觉 刀九顺手就将手里的高尔夫球杆扔掉 很是凌厉的盯着林云 林云没有选择杀人 只是随手谈了几下 四名保镖和两名女郎都被打晕在地 偷球眼神一阵的抽搐 林云的强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刀九几乎想都没有想就掏出了一把银色的手枪 对林云连开三枪 林云随手将三枚子弹抓在手里 你就是刀九 看看林云的平淡无奇的神色 刀九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脏无法承受眼前的离奇事件 自己手里枪的威力他知道的太清楚了 特制的科尔特M1911半自动手枪 虽然出口不是最大的速度 但是这子弹的伤害是最大的 可是这个人居然将子弹抓在了手里 我问你的话 你耳朵聋了吗 林云随手将一颗子弹丢向刀九 这子弹就如手枪里面射击出来的一般 击穿了刀九持枪的手腕 科尔特落到了地上 刀九这才反应过来 林云给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几乎都忘了自己手腕上的疼痛 第一次发现 自己的小面太过脆弱 颤抖着回答道 我是刀九 林云走到一张休闲的椅子上面坐了下来 虫光是你杀的 刀九一愣顿时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人又是为虫家的事情来的 这都几十年了 居然还有虫家的人过来 这到底有完没完 虽然想是这样想 但是却不敢承认 是 虫光是我们杀的 刀九回答得很是谨慎 虫光也不算是他一个人杀的 但是现在好像只有自己在这里背黑锅 哦 二十三年前你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杀了虫家满门的 林云声音很冷 刀九打了个冷颤 赶紧回答道 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是知道听老大的吩咐 你一阵血光闪过 刀九的一个手指落到地上 哼 这个答案我不满意 林云冷哼一声 可是 当时我真的 刀九话音未落又是此 的一声 连续脱落一个手指 你 刀九见过不讲理的 但是没有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林云心里安怒 这刀九可能是老大当的太久了 这混蛋 李春都知道的事情 他居然说不知道 又是一仰手 刀九整个手腕都落到了地上 奇鬼的是 手腕上只有很少的血迹流出来 我耐心有限 只要你还说半个步子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林云火气彻底的上来了 好 你可以杀了我 我我就是不知道 刀九很劲上来了 虽然修养了这些年 早就没有了当初的一股不怕死的气概 但是血性还是有点的 况且他也知道自己在这人的手里 无论如何也逃不了一个死字 林云本来还只是想问了刀九的事情后 就简单的杀了他的 没有想到这人如此的不识趣 一团子火从刀九的脚底升起 缓缓的开始燃烧 一种失心夺魂撕裂的痛出传来 刀九大叫 可是发现自己却无法叫出声来 想动手却发现全身都动不了了 偏偏还不晕过去 如果可以死 刀九恨不能自己立即去死一万次 也不愿忍受这种煎熬 魔鬼 放了我 我愿意说呀 刀九想竭力的喊出声来 无奈话到口边 却没有声音 紫色的星火依然在不停的缓缓燃烧 这个让人恐惧的人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 林云嘴角再次露出了一丝冷笑 手里的子弹再次被他扔出一颗 一声惨叫从远处的房屋里面传来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呢 林云很是慢悠悠的问道 刀九才发现自己的脚掌已经被祸烧了一个 一团小小的子火还悬浮在自己的脚下 他恨自己怎么还不倒下去 此人简直是有通天的手段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小梦 颇奖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疯子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西瓜听书点控 第二百一十二集 你闻 知久 你在我说完后 给我一个痛快 刀九咬着牙说道 浑身上下已经湿透 林云不至可否 刀九知道再说废话也没有用 忍着全身的疼痛说道 你问我这些 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是子武帮的人了 二十多年前 子武帮的帮助 因为重伤想求重建的一颗祖传的血帘子 遭到拒绝 当晚我们就去了重建 抢夺这颗血帘子 我遇见崇光的时候 他已经受了重伤了 我当时砍了他三刀 正当我要将另外一名药师杀了的时候 我们收到信号说 是崇家由高手来支援了 我们子武帮的人已经死伤大半 我和几位兄弟来不及多想 只想早点逃命 出去后才知道 帮助已经被重建的高手给杀了 正在杀戮其余的子武帮徒 我们逃无可逃 当今就和一些兄弟 偷渡到了香港 血帘子在谁身上 林云立即问道 这才是他最为关心的事情 林云问完之后 看见刀九眼光有点闪烁 立刻带着一丝神识喝道 快说 如果我发现有一点点虚假 立刻火烧 刀九浑身一个脊梁 脸盲说道 血帘子 被我和一个兄弟呆了出来 那那名兄弟十年前 在一次黑帮斗争当中死去后 现在 在我手里 林云一听 心中大喜 本来还打算好了 去其余几个帮会寻找的 甚至最坏的打算是 血帘子已经被崇家的那名高手拿走了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得到了 当即不露声色的继续贺问道 现在你立刻带我去拿血帘子 不要有别的心思 我想你知道 我这人不喜欢拖拖拉拉 刀九连声说道 放在我房间的保险箱里面的 刀九话音微弱 发现自己已经被眼前的这人 带得飞了起来 直接飞向了他的住处 刀九这时候才明白 林云的可怕之处 居然可以飞起来 要不是浑身上下疼痛无比 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这完全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哪里还敢犹豫 当即就打开了保险箱 取出一个浴盒 交给林云 林云打开一看 果然是一枚血帘子 没想到自己真的找到了血帘子 原本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的 居然才花了几天时间就得到了这枚血帘子 看样子 任何事情哪怕是看起来不可能 但是只要自己去做了就有可能成功 就像自己回到天红大陆一样 如果自己努力了 又有谁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呢 虽然这原本是崇家的 但是毕竟是被人家抢走几十年了 自己重新再抢回来的 顺便帮助崇宣将仇报了 也算是还了点得到血帘子的报酬 林云不再废话 反手就将刀九杀了 立即返回燕京 说句实在的 虽然和妻子雨昕分别了十天都不到 但是林云的确是有点担心妻子的 她总有一种感觉地球上要发生什么了 这个时候能够不离开自己的亲人 就不要离开 林云急速飞行 才几十分钟就来到了燕京的上空 神识早就探了回去 不过林云马上脸色大变 她居然发现自己的妻子不在家 按理说 现在才晚上八点多 雨昕肯定在家的 但是事实是 柳洛霜和妹妹林云正紧张地坐在客厅里 都是愁眉苦脸 母亲和岳母也坐在那里 一家人都有点愁眉苦脸 看样子和雨昕有关系 林云心想 雨昕都已经是炼气七四层了 又学会了锋刃 按说应该没有人会对她造成威胁的呀 怎么会这样 神识扫到公司没有发现 现在林云的神识已经可以覆盖整个燕京市区 当即毫不犹豫的扫了出去 一分钟后 林云勃然大怒 韩雨昕正被一名同样是炼气七的修士 堵在一个僻静的废弃厂房区 居然离开住处将近七十里地了 要再远一点 他还真的找不到 当即林云就快速的飞了过去 落到了厂房门口 这名炼气七的修士 林云一看就知道 他的修为要高于雨昕 居然是炼气七六层了 难道这人就是三爷爷口中所说的炼气士 不是说这些人是国家艺能组里面的吗 我只要你的灵根 说句实在的 像你这种好灵根布交给我 实在是浪费了 如果你愿意跟我的话 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只要你将灵根给我 我也可以收你做个小借 你要知道 我是国家艺能组的 比起你的老公全是不知道要高出多少了 要不是你的容貌打动了我 我这人还真的不会起修炼以外的心思 说句实在的 我还真没有见过比你更漂亮的女人 你的那个老公虽然会点花拳绣腿 但是这个她会吗 说着 这名男子随手打出三个火球 将厂房的水泥地打出一个坑 然后得意洋洋的看着韩雨昔 你卑鄙 居然将我骗到这里来 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别做梦了 国家艺能组 怎么有你这种败类 韩雨昔冷笑一声往后退了几步 敬酒不吃吃罚酒 到时候也将你的灵根吸了 再见了你 你老公来了 你又能怎么样 这人说完就是一个火球 飞向韩雨昔 只是火球打到中途 居然飞了回去 打在了这男子的身上 将他的上衣全部烧掉 幸亏他的这个火球威力不怎么样 要是厉害的话 估计就玩完了 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 我来了 你能将我怎么样 韩雨昔听到声音 当即就争住了 回过头 看见了林云 毫不犹豫地就扑了过去 紧紧地抱住林云 老公 你回来了 雨昔 没事了 有我在这里 林云温柔地拍拍韩雨昔的肩膀 轻声说道 他是你的老公 你怎么来的 这名炼器七六层的修饰 很是惊讶和戒备地看着林云 他知道 刚才那个火球 不会无缘无故地飞回来 林云冷哼一声 这名炼器六层的男子 当即就觉得心神被震得 要飞出去一样 这男子马上就知道 自己这次踢到铁板了 眼前的这名男子不但也是炼器士 而且境界比自己高出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 你就是异能组的那名修为最高的炼器士 我说怎么每次异能组检测了那么多的人 居然有灵根的这么少 原来是你在作怪 居然可以吸收普通人的灵根修炼 你的功法不错呀 这个小盘 你认识吧 林云说着拿出了拦极妻子 齐荣那里得到的一个小圆盘 原来我师父是被你害了 你 这名男子想说几句狠话 但是画到嘴边才发现现在不是自己狠的时候 自己一贯狠别人狠惯了 没想到这次遇见硬茬了 林云一听 果然这面圆盘应该就是检测灵根的东西 果然自己拿出圆盘的时候 圆盘上面一个点在闪烁 居然不是红点 而是白的发光 说明雨昔是有很好的灵根的 赶紧将圆盘收了起来 这名炼器事件林云拿出圆盘 就知道自己差得远 当即就想离开 但是却发现自己无法移动 居然被禁锢住了 顿时冷汗就下来了 这人是什么修为 居然可以将一个六层的炼器士禁锢住 你们门派都有些什么人 一共有多少人 林云突然问道 身上的威压已经压向这名炼器士 我 我不知道 我是因为在何西塔遇见我的师父 我的本事都是他教的 我每年提供有灵根的人 给我师父吸收灵根 只是最近几年 我师父不知道怎么没有过来过了 原来是被前辈 这名炼器士回答的心惊胆战 林云知道 这师徒两人没有好东西 还有那个吕道士都是蛇鼠一窝 居然吸收别人的灵根去修炼 这种在修真界就是断人跟脚的阴险邪功 虽然不知道灵根被吸走会不会立即死去 但是林云知道被别人硬生生的吸走 灵根的人不死至少也要少过二三十年 灵根被声声吸走和本来没有灵根 是两回事 想到这里 林云懒得废话 直接一团子火将这名炼器士慢慢的烧死 这名炼器士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团火 从自己的脚下烧了上来 恐怖的痛苦已经让他宁可现在是落入十八层地狱 也不愿意被火烧 这个时候他才反映过来 这个有灵根的女人说的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存在 一切的后悔都是晚了 估计他是第一个看着自己慢慢被化成飞灰死去的人了 林云看着怀里的雨细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人在门口拿出了国家艺能组的证件 我用绳士查看了 这证件是真的 他说你被困住了 我当时心急如焚 没有想到国家艺能组里的人还会骗我 可是我来的时候才发现 这人原来是想要灵根 居然如此歹毒 幸亏你来了 我 韩雨细本来认为自己可以打出锋刃 不会怕这人 但是看见她的火球知道自己还不是这个人的对手 况且她一点点打斗的经验也没有 不要多想了 我们回去吧 林云摟住妻子踏上飞云锥 两分钟时间就来到了自己的别墅门口 啊 是哥哥和雨昕姐姐回来了 林云眼间 当即就看见了林云夫妇从外面走了进来 几位长辈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也担心了半天 原来雨昕是去接自己的丈夫去了 这孩子出去的时候又不说一下 只有柳若霜有感觉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一家人许久不见 又是一番问长问短 林云一一回答 一直到十点多的时候 才将柳若霜和雨昕叫到了楼上 虽然得到了雪莲子 但是林云知道自己想炼制成连生丹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是自己没有丹炉 第二个是自己的雪莲子只有一颗 作废了就没有了 还有最为主要的是 自己炼丹的水平并不是很高 况且别的辅助药材也没有 不过这些难不倒林云 千年的雪莲子很是珍贵 林云还不像这样就浪费了 她当然不可能白痴地将一颗雪莲子 直接给柳若霜吃下去 这样不能吸收不说 还浪费了灵药 老公 你的那个雪莲子找到了 韩雨昕有点担心地问道 嗯 林云取出一个小小的瓷碗 拿出雪莲子 用小刀轻轻地削去了一点点 放在瓷碗里面 然后又倒了半碗水进去 用心力将里面的雪莲子炼化 然后将碗端给柳若霜说道 你喝下去 等柳若霜喝下去后 林云手掌贴在她的后背 运转心力化开了药性 原本被林云逼到一处的毒素 很是简单的就被林云逼出柳若霜的体外 完全去除了柳若霜体内的毒 林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等到柳若霜去了林心的房间 韩雨昕才紧紧地攥住林云的手 神情有点奇怪 怎么了雨昕 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呀 林云一看韩雨昕的脸色 就知道她有事情想说 但是又有点担心 雨婷 雨婷她已失踪好几年了 我几天前听美娜说了才知道 美娜去分家 我托她顺便去看看雨婷 才知道 她和你从亚马逊回来后不久 就失踪了 我想 我想 韩雨昕说着 已经有点哽咽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获奖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疯子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第二百一十三集 她知道妹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说来说去 肯定是为了对不起自己 当初 雨婷将她的协议书拿走 那个时候 她真的很恨这个唯一的妹妹 只是现在想起来 她当时也是站在她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 估计雨婷因为和林云一起在亚马逊经历了许多的事情 才转变了对林云的看法 又加上 她的行为让自己毁容 才转而觉得对不起自己和林云 没有脸面再见到他们 只是 这个妹妹 雨昕一直还是很喜欢的 两人也一直很好 加上雨婷并没有因为自己和她不是一个母亲 对自己另眼相看 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因为林云的事情 现在两人依然是很好的姐妹 而且 她们都一直很是关心牵挂对方的 虽然因为恼火雨婷 但是和林云相聚在一起了 也有点担心她 所以 这次美娜去坟江 韩雨昕特意让她问问妹妹的事情 没有想到雨婷居然失踪好几年了 想到雨婷的失踪和自己也有关系 不由得很是自责 林云听完韩雨昕的话 沉默不语 说句实在的 她对韩雨婷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以前在亚马逊照顾她 完全是因为雨昕的缘故 现在雨昕提出这件事情的目的 她当然知道 不过却不好答应她 现在她想尽快的提升自己的实力 是否可以回到天红 都要试一试的 如果是都没事 她会觉得对不起 青青 看见林云不说话 韩雨昕心里叹了口气 没有责怪林云 毕竟当初自己的妹妹做事 实在是太过毛躁 努力的劝说自己的姐姐离婚 这样一个小婊子 给任何一个姐夫 都会有点不舒服的 好吧 我会去注意的 只是以后我去哪里 都会将你带到身边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了 林云叹了口气说道 雨昕的话 她不忍先去拒绝 韩雨昕紧紧的抱住她说道 谢谢您老公 我以后也不想离开你了 我也跟在你的后面 在外面爬了几天 肯定累了 快去洗洗 早点睡吧 林云摸摸鼻子 心说自己真的不应该教自己妻子修炼什么的 十几年夫妻不是也很好 太贪心不足了 弄得现在虽然可以抱住老婆睡觉 但是那滋味实在是不大好受 昏暗的灯光下 林云如入云端 半天 林云才缓过气来 一把搂住身上只有很薄内衣的韩雨昕 蒸蒸地看着她 韩雨昕脸上焦红无线 犹如红燕的苹果 微微地喘着气 好美 林云暗赞 得妻如此 浮浮何求 雨昕 这是谁教你的 你怎么会这么多呢 林云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齐荣告诉我的 那天齐荣来家里做客 和我说起了这些 不然我也不知道的 你喜欢吗 韩雨昕心说 自己是不是做得有点太过了 让林云对自己有点看法了 林云哑然失笑 没想到兰奇有这样一个极品老婆 不知道会不会将她给吸干了 想到这里 哈哈大笑 韩雨昕莫名其妙地看着林云 不知道她笑什么 可是自己刚才做的时候 她好像很喜欢的呀 心里居然有点忐忑 其实她也喜欢这种感觉 只是不知道林云的感受而已 林云摸着韩雨昕的头发 怜惜地说道 难为你了 其实我很喜欢啊 你不知道女人要下的厨房 上着大床啊 呵呵呵 韩雨昕这才明白林云为什么笑 也不顾自己身上春光大蟹猛地往林云身上扑去 坏蛋 坏蛋 杀人了 许久 两人才停歇下来 现在我真的好希望自己早点出击了 我想那种事情肯定很吸引人 韩雨昕 韩雨昕身上的内衣凌乱 头发披了下来 抱住林云的头 悠悠地说道 我也是 我开灯看看 好 又是一阵的吸索声 韩雨昕随手将床灯打开 林云却动得不想动了 哎 你别动 韩雨昕抱住林云的胳膊 很是惊奇地说道 怎么了雨昕 你手臂处有一个图景 好像是个山河图 林云已经赶紧坐了起来 将自己的手臂转过来一看 果然在胳膊后面有一个山河图的形状 这不就是自己在清化拍卖会上拍卖的那张藏宝图吗 怎么变成自己手臂上的一个纹身了 老公 这是什么 韩雨昕很是奇怪地问道 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想以后应该会知道吧 林云心里有点奇怪 这图怎么会跑到自己的手臂上 还变成纹身的 自己只能看到它 却完全感觉不到这图的任何联系 摇摇头决定暂时不去管它 老公 你知道吗 三爷爷本来都退休了 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又继续连任了 而且还很紧张 前天三爷爷还打电话给我 说是你回来了 让你去一趟的 说有事情找你商量 韩雨昕见林云没有在意这个纹身 也就不在意了 转而想起了三爷爷找林云的事情来 林云愿 Neo 心说难道又有什么变动了吗 不过林云立即就想到了自己 脑消一声 这事儿 八成和自己有关系 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 说不定自己杀了黑手兵刀的事情 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这又怎么样 反正只要没有证据 自己不承认 也不会有人敢拿自己怎么样 三爷爷连任了 是有人想借助自己手里的力量 估计是认为自己杀了黑手兵刀 却没有暴露出自己的人 肯定有一个很强大的组织隐藏在暗处 不过这点恰恰是你们想错了 排除这点 林云不知道还有哪种原因 可以让老爷子到了退休年龄 还要连任的任何理由 叫我出点力气可以 但是叫我卖命就免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和你说一下 韩雨琪看了看林云 突然白了他一眼 林云摸摸脑袋 心说刚才还对自己亲热的不得了 怎么说一转眼就给自己白眼了 只好自嘲地一笑问道 什么事啊老婆大人 叫老婆大人 是不是心里有鬼 那个苏静如 你应该认识吧 我带的思念 还是他还给我的呢 韩雨琪说到这里 下意识地摸摸自己脖子上的思恋 怎么了 雨琪 我是认识他 原来我在他的公司上过班的 这你应该知道啊 林云有点奇怪 怎么这个时候提起苏静如 人家放着一个老总不做 要来云门集团上班 你说呢 韩雨琪忽然觉得 自己家的这个老公 很是狡猾 什么事情都让他问出来 自己还装着不知道一样 呃 林云习惯性地摸摸鼻子 心说啊 这我怎么知道 这苏静如为什么要到云门集团来上班 韩雨琪当然知道苏静如 为什么要来云门集团上班 不过还是说道 其实 静如也不是要来上班 凤金的云残棉已停产了 他父亲让他来燕京 找你帮帮忙 但是静如却不愿意 最后 他带着原来在凤金 做云残棉内衣的一帮人 先来燕京投奔你 静如的意思是 不想这些会云残棉内衣的人才流失了 想让你带着他们继续弄一个云门服饰 然后这些人就直接回到云门集团 这样云残棉内衣将继续在燕京开花 他实在是不想让云残棉就这样消失了 他说 只要你愿意弄一个云门服饰 他愿意帮你做好这一块 韩雨昕说完 似笑非笑的看着林云 好像林云脸上清楚的写着 有坚情三个字 林云无奈的看了看韩雨昕的表情 猛声的说道 我和他没什么 你不要多想 韩雨昕轻声一笑 我知道 你知道静如为什么要留在燕京吗 原来他是打算将你在奉京的人马送过来后就离开的 但是发现了他燕京最好的闺蜜若霜 居然也在你的集团做事 他不知道怎么也蒙发了想留下来的想法 现在门门已经将他们安排到了药厂 就等你回来了 林云暗叹一声 这倒是一个问题了 创办一个云门服饰对他来说 的确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他的主要目的 不是继续创办公司了 他要钱 想要多少就可以要到多少 只是钱可以买到零食吗 现在林云已经知道买不到的 最多像那个吕峰一样买点汉白玉而已 韩雨昕也是暗叹一声 她哪里不知道刘洛双和苏静如对林云的心思没有死 只是她能说什么 无论如何老公都是不可以让的 就是自己的妹妹都不行 不要说别人了 诶 雨萱 怎么是苏静如带队了 管理凤金云残眠内衣的不是唐紫燕吗 林云很是奇怪的问道 听静如说紫燕已经结婚去了 具体我也没有问 静如之所以来到燕京 是因为她爸爸总是想将她嫁出去 而且她爷爷和外公都在燕京 还有 韩雨昕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看了一眼林云 林云明白她的意思 应该是说还有自己也在燕京 叹了口气 心说难道苏静如真的是为自己来的 自己和她接触不多呀 要是甘瑶来找自己 她还有点相信 只是这苏静如自己和她见面的次数实在是太少 很难弄清楚她的真实想法 想到甘瑶 林云摇摇头 不知道这个女孩怎么样了 这么几年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也已经结婚了 夫妻两人折腾了一夜 先是相互折腾 后来又轻轻我我的聊到要天亮的时候 两人才相拥着沉沉睡去 两人同时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吃午饭的时间了 估计相识一笑 估计家里人知道他们小别胜新婚 也没有人来催他们 我先去老爷子那里一下 你要一起去吗 吃完午饭 林云准备去老爷子那里去了解一下情况 如果可以 我就和您一起去 韩羽兴当然希望和林云一起 只是她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林云唯唯一笑 当然可以 这还有什么如果的 林家大院虽然守卫森严 但是见到来人是林云 却没有任何人阻拦 老爷子不在家 只有余裕在 不过余裕见到林云很是高兴 当即就打了电话给老爷子 说是老爷子的吩咐 果不其然 余裕打完电话后 对林云说道 老爷子在一号首长那里 首长想见你 让我现在就送你过去 一号首长想见自己 自己当然不可以推辞 无论从哪个角度 自己都应该去见一面 韩宇熙眼里只有林云 去任何地方 她都没有意见 林云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国家领导人 居住的都是这种老院 不过这种院子的灵气 的确是比新建的住宅 要丰厚的多 这种住宅 对修身养性帮助也不小 但是林云不认为 别人也知道这种情况 首长的会客厅里面 坐了四个人 看见林云带着韩宇熙走进来 林露虫忙招手 让他们过去 林露虫介绍后 林云连忙上前 表达了基本的礼节 除了林露虫 另外三人都是饶有兴趣的 看着林云 他们发现林云始终不亢不卑 并没有因为在座的是几位 国家领导人就显得畏畏缩缩 也没有故意讨好的表情 林云始终表现得非常的平淡 该有的礼节还是有 但是和别的年轻人 见到首长的那种 诚慌诚恐 却丝毫不见 甚至连他旁边的这个美丽女人 都表现得和林云一样冷静 真是一对有意思的年轻人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疯子 第214集 经过老爷子介绍 林云也知道了在座的是几位什么人 上手坐着的是一号首长 神态安详 左边坐着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身上一股威严军人的气息 这是军委的二把手 徐长生 右边除了自己的三爷爷 还有一人是国防首长 林云一看今天的架势 知道几位首长正在商讨重要事情 不然没有这么大的阵势 看样子 这个商量还是私下里的朋友聚会形式 小云 要不让一期先到隔壁休息一下 林露虫看见林云居然将自己的妻子也带了过来 主动说道 林云眉毛一扬 不过没有说什么 如果是换成别人 林云毫不犹豫的带着雨夕离开 但是现在却不能这么做 一个老爷子面子上过不去 第二个 毕竟眼前的都是国家首长 这点分寸 林云还是有的 林云 我在隔壁等你 林云和在座的几位老人还没有说话 韩雨夕已经先提出了出去的要求 哈哈哈哈不用 我想我们说的话 林云回去还是要和他妻子说的 就不用避开了 说话的是一号首长 林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他对一号首长的好感上升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直率的人 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无论这里说的什么 他都不会去瞒住雨夕 他不是情报机构的人 不想去瞒住自己的妻子任何事情 除了自己重生的事情 这因为太过骇人听闻 况且涉及到母亲的感受 好在在座的几位首长 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看样子 是对一号首长的话表示认同 年少有为啊 不但自己这么有本事 连带着妻子 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美人啊 哈哈哈哈 早几年听吴山说起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必不是池中之物 果然啊 首长笑得很是爽朗 今天特意叫你叫过来呢 的确是有几千士将需要你帮忙 老刘 你先说 首长说完 看了看那位和三爷爷 坐在一侧的金干老者 好 难以开口的士将都找给我 我算是认识你们几个了 哈哈哈哈 这个 李维啊 你也是林老的孙子 对于云门集团的飞速发展 说句实在的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现在的云门集团已经成了全国的第一大纳税户了 了不起啊 我知道你的云门集团又出了几款新的电子产品 完全的光能电机智能电机系统 虽然对智能电机我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个光能电机一出来将要为国家节省多少能源啊 哈哈哈哈 可以想象光能电机不久远的将来就要代替石化集团了 以后油就买不掉了 你狠啊 林云 你将电信和移动的抢钱罐子抢了 又要夺取国家石化的出钱罐啊 当然 这对我们国家是好事 我们喜欢这样 可以想象 一旦这种产品别人不能防止 我们国家将要再次腾飞一个档次 不错 不错 当然 今天将你叫来最为主要的不是这件事情 是你们公司的云化系统 云化系统现在风靡全球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云化使用的波段和频道进行了分析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分析出真正的内容 这点 我们不得不佩服你 你是一个腰才啊 好在你还是我们国家的人 这让我们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但是 你知道一个国家不能掌握整个国家的通讯系统将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对国家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灾难 当初我们也没有意识到 你的这个简单的云晶灵居然这么强大 甚至强大的无法破解 本来打算是这个云化系统破解后 在有相关部门和你商讨通讯部门的事情的 但是 现在随着云晶灵的普及 这种事情已经破灾没烧 不是我们国家在着急 全世界的国家都在着急了 你马上就要成为公敌了 哈哈哈哈 我们希望你可以和国家合作 建立国家的通讯部门 至少要让国家掌握这个控化波段 当然既然是合作 国家也不会让云门集团吃亏 这老者说完 在座的几位都有点期待的看着林云 当然希望林云答应 万一林云不答应 双方就要撕破脸 要是将林云逼到国外去了 就是国家的损失 林云灭了黑手冰刀的事情 在座的没有不知道的 谁可以肯定啊 就一定能够留下林云的 况且林云还是林露虫的侄孙子 林云淡淡一笑啊 沉默了片刻 思寸道 不将这个技术交出去是不行的了 但是自己却不能吃亏 不但在华夏国要交出去 也许别的国家也要交给他们 不然就是世界舆论 就会让华夏陷入僵局 但是交出去是可以 怎么交出去才是最大的问题 要自己吃亏是不可能的 想再次偷听自己的电话 绝对是不允许的 他不愿意自己的电话 被任何人或者组织窃听 看样子又能罚一笔大财了 林云暗叹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 哥现在对发财真的没啥兴趣 但是总不能别人将钱递到你手上 你要扔掉吧 这还不是林云的传统 嗯 留下一百个号码自己用 别的就交给国家处理吧 总不能一碗饭全被自己吃了 总要分点出去的 自己的这一百个号码的波段 是不能交出去的 绝对不能让自己的电话再次被窃听 嗯 这样吧 我也愿意交出云精灵的频道和波段技术 以及号码系统 这个就由国家建立云信部门吧 我们公司就不参与了 以后我们公司就负责生产云精灵 至于云号就由云信部门提供 这样也好统一规划 不过云号是不能收钱的 至于别的国家 我也愿意将这套系统和技术交出去 当然钱是不能少的 三天后我们公司就发布记者招待会 将云精灵通话技术卖出去 当然我只会卖给各个国家的政府 不会随随便便的卖给任何私人 林云新说 只能这样做了 不然一旦世界通讯乱透了 不稳定的因素马上就出来了 他想起不管这套系统多少钱 任何国家都要购买的 这是必须的 听完林云的话 在座的几位总算是输了口气 将这玩意儿的技术交给国家是最好的了 本来还怕林云不同意 看来林云还是比较配合的 林云手里握着一个可以不动声色 做掉黑手兵刀的组织 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强大力量 虽然他们都调查了这个组织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看样子 这是在国外的一个组织 不在国内 见第一件事情 大家都达到了共识 下面的气氛就缓和了许多 林露虫也是长长的输了口气 说句实在的 虽然林云是他的侄孙 但是他却知道自己无法左右自己的这个侄孙 他的本事和想法已经不需要自己去左右了 也许自己能够帮助他的 只能是在一些细节上帮帮忙 大的事情 林云根本不需要他来帮忙 就自己解决了 就拿上次秦家的事情 他虽然想帮忙 但是还没有等他主动帮忙 林云就自己摆平了 想到这里 咳嗽一声说道 小云 这位是徐爷爷 他的孙女徐阴 你应该认识吧 哈哈哈哈 好 果然是一个一表人才的风云人物 难怪我家小云总是念叨你 不过 这次我却是有事需要你帮忙了 徐长生声音洪亮 中气十足 林云苦笑一声 这个场合 如果这个军委的徐首长提出什么要求来 他还真的不好拒绝 要拒绝就要趁着他没有提出来之前拒绝 想到这里 林云连忙站起来礼貌的说道 哦 原来是徐爷爷 我听我三爷爷说起过多次了 本来能为徐爷爷做事 我心中求之不得 林云说到这里 在座的几个老家伙按叫不好 这小子太精明滑头 居然趁老徐没有说出来之前要耍滑头 看样子 根本就没有打算买几个老家伙的账 果然 林云接着说道 只是我小姨子已经失踪了几年了 我妻子很是想念 我昨天已经答应了我妻子要去寻找小姨子的 所以 你也别忙着拒绝啊 这不是还没有说什么事情吗 当然不会让你白做的了 肯定是有好处的 老林你怎么说 说话的是林云认为最为精明的那国防首长老刘 林露虫掩饰的端起茶喝了一口 心说 要是我可以左右这孙子 也不要你们说那么多的废话了 不过 既然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也不好一句话不说 只好看着林云苦笑的说道 其实 这次也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 而且 也不是要你立即去做 要不 你听听你徐爷爷的意思 林云心里暗自恼火 心说 这里的都是爷爷 就我是孙子 下定决心 危险的事情绝对不去做 而且 这明显的就是看中了自己灭掉黑手兵刀的力量 要是说个人力量 林云不认为他们知道自己个人有多厉害 徐长生见林云不好意思在反驳 立刻收了笑容 严肃的说道 龙影是你在的 你应该知道 林云不得不佩服着老徐的口才 第一句话就和自己拉上了关系 这让自己不得不在意 自己和龙影队员虽然短短的相聚了几个月 但是自己在亚马逊和他们分别的时候 为这些队员的热血感情打动 甚至还有几名队员一直在自己的公司做事 如果是关于龙影的事情 林云倒是真的不好拒绝 果然 徐长生见林云神情转为关注 当即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龙影这一次一连失去了五名队员 连队长蔡江也身负重伤 林云眉毛一扬 要不是说坏的是徐长生 他都站起来抓住脖子问了 居然一连失去了五名龙影的兄弟 这是谁啊 居然这么厉害 于公于私 林云都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 当初黑手兵刀只是绑架了 雨夕一次就被林云灭了 林云虽然不是崖子帝豹 但是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况且龙影也有他的汗水 见林云果然眉头深锁 徐长生继续说道 原本我们也以为是国际特种军中别人使坏 但是最后发现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次行动整个国际特种军当中只有我们龙影损失的最少 虎牙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甚至有几个国家参加国际特种军的特种兵 只是回来了一两个 林云心说 现在是谁还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 修士还是上次说的那个飞碟 按说那个飞碟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回来 根据林云的估计 至少还有个几年才会回来的 难道真的有科技这么发达的星球 只要了短短几个月就再次来到了地球 不过林云虽然猜测心里很是疑问 但是仍然没有问 徐长生赞赏的看了林云一眼 国际特种军整合以后 在查看当初的那个消失平台时 遇见两名奇怪的男子 蒙面 个头不高 但是有一种非常恐怖的武器 一百六十名国际特种兵精英和这两人相遇 只回来了六十七名 短短的时间 死去了大半 但是这两名奇怪的男子 从当初的平台地下走出来后 杀了近百人后再次消失 现在这两名男子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是地球人还是外星人 也不知道这两名男子去往了何处 不管这两人去往何处 如果真的是外星人 那么情况就真的很严重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的都市艺能小说 管虎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第215集 鉴于龙影队员的身手 是整个国际特种军里面战斗力最强的 经过特种任务联合会的决定 希望你作为龙影的教官 可以去担任国际特种军的指挥官 林云面色险冷 为龙影队员报仇 他义不容辞 不说他也回去 但是经过特种任务联合会的决定 特种任务联合会 有什么权利决定自己 笑话 再说了 这摆明了让自己去当炮灰 而且就是不去当炮灰 他林云也不愿意去这个什么联合特种军里面浪费时间 自己的时间宝贵得很 哪有空去做这些 要是真的有时间了 还不如陪老婆去逛逛公园 自己不是救世主 也不是国际主义者 自己的目的就是亲人过得好 自己早点可以修炼到九星 仅此而已 帮龙影队员报仇 就是徐长生不说 自己也回去 但是让自己为国际特种军卖命 他还没有那么高尚 林云脸色平静 看不出来任何不满 但是渐渐有点冷的面容 还是可以看出他是相当的不满 国际特种军的指挥官 多么一个响亮的名字 并且也会给国家带来荣誉 这林云居然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林露虫很是尴尬 徐长生也很是尴尬 见林云没有什么表达 徐长生再次说道 听说你在收集这个东西 林云居然看见徐长生 拿出来的是一块零食 心里一紧 这不是他要收集的 而是他迫切需要的 看见林云果然露出了很有兴趣的态度 老狐狸一般的徐长生 微微一笑将零食放在了自己的桌前 韩雨昕看看在座的几个老头 拿出一块零食就像钓鱼一样 这明显的是当成诱饵再诱他老公 韩雨昕忽然心里很是感动 林云为了一颗零食就这么激动 他虽然表面平静 但是自己却能够感觉的出来 可是林云拿了几十颗零食 交给自己修炼 自己还以为这东西虽然难弄 也不是特别难的 此时才知道 这零食对林云意味着什么 他对自己那么好 韩雨昕眼圈红了红 抓住了林云的手 林云正在想 这老徐用零食调自己 不知道他有多少这个零食 要是他有很多 自己同意这个条件也没有关系 只是条件要稍稍修改一下 但是要只是一颗零食 他虽然渴望 但是还没有到迫切的地步 自己以后去横断山脉 还可以找那个音乐观 说不定到时候零食大把大把的 虽然是这样一银 但是林云也知道 这事情不大现实 这老徐清楚自己需要这东西 肯定是从李黎那里得知的 原来李黎用一块零食 就让自己放弃了找李家拼命的想法 现在和徐长生肯定也认为 只要一颗这种石头 就会让自己就范 不知道自己的眼光 早就不是一颗零食了 零食当然是好东西 但是区区一块还不足以让他改变什么 妻子突然握住他的手 他当然知道妻子的想法 捏了捏韩语西的手 表示没什么 几位老人看见林云 直到表现出来了一点兴趣 就立即归于平淡 哪里还不知道 这块零食 对林云砝码不够 都是暗暗苦笑 心说 这林云的胃口 越来越大了 这块石头的来历 我可以告诉你 虽然只有一块 但是 说不定哪里还有 徐长生见零食 这招不管用 又拿出了自己的杀手点 一个可以挖出 这种石头的矿区 你总该有兴趣了吧 没想到他话音未落 林云就说道 不用了 你这块零食 是云贵山脉里面挖来的 在座的几人面面相去 他们哪里知道 林云早就用神石查看到 这块零食和自己 第一次得到的零食气息 差不多 随口猜测了一下 不过 从几位的表情看 林云知道 自己猜对了 你知道国家异能组吧 这种石头叫白霞石 我们国家有四名炼气士 但是修为最高的孟醉 昨天失踪了 炼气士是最为宝贵的了 每一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这次我们让你去龙营 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有一名炼气士将和你一起去 你要知道 这个机会可不是别人得不到的 你修炼的是那家功夫吧 要是有一个炼气士指导你一下 估计你也会受益无穷 怎么样 徐长生拿出最后的筹码 寻寻善用 林云心里 汉字冷笑 知道我一下 最强的那个败烈 已经被我一招杀了 不过 心里倒是感激徐长生的用心 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也是想看看 自己是不是可以从古武转变到炼气士 看样子 自己倒是要拿出点本事出来了 不然 要是再来一个逼宫 弄得双方都下不了台 就不好了 见林云不再说话 徐长生微微一笑说道 叫何宇道长过来一下 林云早就看见了徐长生后面隐藏的两名卫兵 也不说话 果然 没有多久 就过来一名三十多岁的道士 说句实在的 林云对道士没有什么好感 自己在这里遇见的几个道士 不是要杀自己 就是乱杀无辜 简直没有遇见一个好人 所以 这个何宇道长进来的时候 林云连站都没有站起来 但是几位领导人都对这个何宇表现的非常客气 何宇是什么人 是可以放出火球的传说当中的半仙啊 甚至一丈多高的城墙都是一跃而过 要不是怕太过害人 这何宇去参加跳高 简直就是稳拿冠军的 林路重见林云和妻子坐着 动都没动 心里暗自着急 心说 这林云实在是太过自傲了一点 果然 几位首长见何宇道长进来了 林云居然动都没有动 几位首长的脸色有点难看了 就是一直看好林云 觉得林云不错的一号首长都有点叹息 这林云本事是有了 但是不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太过孤高了点 看样子 等会还要让何宇给他看点厉害 他才会醒悟过来 不知道等会儿何宇打出火球的时候 这林云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何宇兼坐着下手的两名青年男女居然对自己丝毫不理 心里有趣 不过当他看见韩雨昕的时候 顿时如被电击 早就忘了两人不大理他的事情 这女的太漂亮了 自己以前怎么没有见过这么美貌的女子 好漂亮 当即就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也要将这名女子弄到手 徐长身一看何宇的表情 当即就暗叫不好 没想到这何宇如此不能控制自己 不过一想韩雨昕这种美貌女子 又有谁不会动心呢 他们几个是老头子 当然不会这样想 但是要换了年轻人 估计也会和何宇一样吧 只是这何宇自认为有得到韩雨昕的本钱 而别人只是心里想一下罢了 徐长身脸忙咳嗽一声 惊醒了何宇 何宇看见林云正对他冷笑 眼里的杀鸡一点都不掩饰 心里冷哼一声 已经将林云化成死人一类 连刘首长也看出来了何宇的心思 但是却无法说什么 只能暗叹 林云倒霉 总不能二十四小时派人保护林云吧 再说了 何宇要杀人 难道还会留下什么把柄不成 没有把柄 国家就是明知道何宇杀了人 也不会对他怎么样 谁知道哪一天就需要这种人帮忙了 况且据说炼器是炼到后面 是可以飞天遁地之人 国家也不愿意得罪一个如此有潜力的人 徐长身已经后悔叫何宇看见林云的妻子了 林鲁重叹息一声 知道事情不可挽回 但是要打自己孙媳妇的主意却也不行 拼了老命也要纠缠到底 几位首长对何宇赤裸裸的目光都感到不满 但是对何宇道长进来 林云招呼都不打 也觉得不应该 林云忽然站起来 几人看见林云站起来都是心里一喜 盼望着林云现在打招呼 可以让何宇道长增加点好感 也为林云起来晚了暗自恼火 不过林云却并没有看何宇 只是先后向四位首长问好之后 然后提出告辞 几人一愣连一号首长都有点愣住了 这林云该不会认为这里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吧 林陆重叶心里暗自着急 林云早就知道了外面一道一道的森严守卫 不过他好像就没有看见几位首长的惊讶表情一样 继续说道 徐爷爷的提议我会考虑的 只是这何道事我要带走问点事情 林云说到这里 看了看在座的几位黑着脸的首长 连一直想维护林云的徐长生 也脸色一黑 这里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我知道你的本事 但是林云你要一切以国家和自己的安危为主 不要太过自傲 这徐长生是捅破纸直接提示了 林云微微一笑 知道不拿出点本事 说不定这几个爷爷辈的首长还要给自己穿小鞋 你过来何玉 何玉一声冷笑 还没有说话 就觉得自己身不由己的滑到了林云的身边 几位首长都以为何玉主动过去的 正想提醒何玉道长不要和林云一般见识的时候 何玉自己却脸色苍白 背后冷汗刷的就下来了 他知道自己遇见什么人了 只要手一招 自己就自动被吸到此人的面前 这个本事比自己大了百倍都不止 小云 这何导长现在是异能组的组长 你不要乱来 况且这里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出的吗 林露虫表面上在提醒林云 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何玉 不要对他孙子怎么样 三爷爷 我们回去再说 几位首长爷爷再见 说完 林云一搂寒雨漆 抓住何玉转过世 徐长生正想发怒 忽然却呆住了 几位首长也都呆住了 他们发现林云已经消失在原地 嗯 这是什么本事 从未听说过呀 这林云是什么人 整整几分钟后 几位首长才反应过来 面面相去 这才发现没有任何人了解这个林老的孙子 通知警卫队长进来 一号首长发话了 很快 警卫队长就进来了 见到几位首长当即立正敬礼 你的队员在外面守卫 有没有看见这里有人出去 徐长生迫不及待的问道 报告首长 现在这里守卫森严 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人从这里出去 这警卫队长心说 这里地形又不复杂 难道这里出去一个人 我会看不到 这首长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这个小楼出去一个人 这些首长会不知道 况且这里只有一条出路 好了 你下去吧 徐长生知道 首长叫警卫队长进来 就是问这个 既然问不出来 就打发出去了 几位首长都眼巴巴的看着林露虫 林露虫一样还没有从震惊当中清醒 看见几人都看向自己不由的苦笑一声 想端起杯子 却发现杯子里面的茶已经被喝完了 在上次林露虫杀了梦醉的地方 林露虫落了下来 将何玉扔到地上 何玉半天才反应过来 一脸愣神的看着林露虫 你会飞 你是真正的闲人 林露虫一声 上前就是两个耳光 他对这何玉毫不忌讳的涩咪咪的眼光 非常的恼火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苦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西瓜听书点控 第216集 大完两巴掌后 林云才冷冷的说道 现在是我问你 不是你问我 是 是 先找你问吧 何玉浑身颤抖 吐出几颗带着血的牙齿 一边是因为害怕而颤抖 还有一个是因为自己居然遇见了真正的仙人而激动的 你现在 电气气五层 修炼了多少年 是用什么方法修炼的 林云冷声问道 怀禀先长 小道从七岁开始修炼 一共修炼了三十年 五层还是上个月才突破 修炼的方法就是实不传授的 行器法觉 每天打坐 何玉不敢隐瞒 全部实话实说 林云点点头 没有灵石 丹药 也没有灵脉 在这灵气稀薄的地方 可以修炼到五层 也不容易了 韩玉兮这才知道 自己短短的时间就修炼到四层 林云花了多少的心思 更是紧紧的贴住林云 心里柔情万千 你师父是梦醉 林云心说 是不是这家伙教的 这梦醉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 何玉很是看不起梦醉 连忙说道 你的修炼是从哪里来的 林云心想 难道还有别人比这个梦醉的等级还要高 是我爷爷交给我的 据我爷爷说 是在昆仑山中遇见了真正的仙人 捡到了半部书 作为我站的传家之宝 但是我父亲只能修炼到三层 何玉说的时候 很是惶恐 书给我看看 林云毫不犹豫的提出了 让何玉为难的问题 何玉虽然不想将自己的宝书交出去 但是不敢违背林云的意思 还是拿出了怀里随身携带的半本古书 交给林云 林云翻了一下 是一部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练习奇法诀 也只有八层 随手丢给何玉 何玉见仙人对自己的破书 丝毫不感兴趣 连忙收起来 心里一想 也是 仙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的这个残本感兴趣 可笑自己刚才还对仙女动了歪心思 想到这里 背后再次的出了冷汗 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将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内心均均不安 你说昆仑山中有仙人 你看见过 林云再次的看向何玉 没有 我没有看见过 据我爸爸说 是八十年前我爷爷和我太爷爷去山中采药 很远遇见了仙人在打斗 等两个仙人打斗完了以后好久 我太爷爷才敢带着我爷爷爬出了草丛 最后在打斗的地方捡到了半本仙书 何玉不知道眼前的这两位仙人会不会重新将自己的仙书没收 心中忐忑不安 本来林云是打算杀了这个何玉的 但是现在杀了他谁都知道是自己杀的 这也太不给几位仇长的面子 想到这里 随手一扬说道 今天瞎你一只眼 饶你一条狗命 下次我再遇见你这种恶心样 立刻杀了 说完 林云带着韩雨昕 立刻飞走 何玉摸摸已经坏掉的一只眼睛 心里暗暗后怕 还好这仙人只是要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可以想象要不是几位首长知道自己的小命肯定是没有了 自己保住了这条命 完全是因为这仙人也有点点顾忌 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 何玉也不敢继续待在这里 也忙跑到前面打了个车回到住处 他知道自己回去还要面对许多的询问 但是他却不敢不回去 昆仑山中居然有仙人 林云带着韩雨昕落到一个僻静的路边 准备在外面吃点东西再回去 心里还在想这件事情 他知道这肯定是修真之人隐藏在那里 不知道几十年过去了 这些人还在不在 林云 韩雨昕看着林云带着她落到路边 再忍不住内心的激荡 紧紧的抱住林云 怎么了 雨昕 你不是一直叫我老公的吗 怎么今天叫林云了 林云心说 今天韩雨昕怎么大方起来了 平时在人多的地方 最多牵牵手 今天居然敢抱住自己 要知道 这里虽然僻静 但是燕京这个地方 再僻静的地方 也是常常有人经过的 谢谢你 韩雨昕抬起头 看了看林云 眼里全是温柔 林云一愣 立刻反应过来 她肯定是因为自己将零食节约下来 逮她了 心里也泛起柔情 轻轻地摸着韩雨昕的头发说道 没什么 我们是夫妻 不要想的太多 我真后悔 以前那样对你 我 爱上你 是我最大的幸福 可是以前我对你那样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 我不知道 零食对你来说 是那么珍贵的东西 我今天看见那个道士 三十多年才练习五层 我才知道 我是多么幸福 我这里还有十来颗灵石 我先给你 等你修炼上去了 我在 韩雨昕话还没有说完 林云就用嘴堵住了她的嘴 悬殿 韩雨昕热烈地回应着 两人已经忘了这是路边 十九 林云才放开韩雨昕 轻声在韩雨昕的耳朵边说道 那个臭道士 怎么可以和我家雨昕比 再说了 我让你修炼快点 是有目的的 傻瓜 你不知道我是色棍啊 早点住机啊 那样我就 虽然夫妻已久 两人之间已经没有秘密 但是 韩雨昕听了这话 仍然脸红 不过 这次却没有逃开 却同样 俯在林云的耳边 轻声说道 你色 我最清楚 我听你的 早点住机 让你 林云心里正痒痒的时候 韩雨昕突然止住 看着妻子 红扑扑的娇艳如花的脸 林云忍不住问道 让我什么 后面没有听清楚 韩雨昕却只是红着脸 不再说话 良久才叹了口气 说道 唉 要不 你将洛霜收回来吧 洛霜人又漂亮 又贤惠 要是几年都不能住机 我觉得 很对不起你 林云愣了一下 心里暗暗好笑 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虽然她对 一夫一妻制度 并不是很在意 但是 一个 自己现在 只是爱着雨昕 若霜是好女孩 静如干摇 甚至宁威 还有这次清化 去遇见的同学 哪一个 又不是好女孩呢 见到漂亮的 就想收回来 以后还不知道 要娶多少老婆 再说了 自己还有一个 青青呢 又有谁知道 自己以后 不会遇见她的 万一遇见了呢 我说的是真的 韩雨昕 当然不想 林云娶太多的老婆 谁喜欢自己的 老公女人多的 但是 这几年来 对林云的确是 心存愧疚 早知道 当初在坟江 就和她做夫妻就好了 也不用修什么针了 管什么住击不住击的 林云心里感动 再次轻轻的 吻了一下韩雨昕 说道 好的女孩多了 以后见一个娶一个 难道 你想让这些女人 将你老公吸成人杆啊 最主要的两个人 生活在一起 是要爱的 不是只是床上那点事 如果我真的爱上若霜了 说这些无聊的干什么 坏蛋 韩雨昕心里却是甜蜜 贴在林云怀里不再说话 想到自己就差点错过了这个男人 韩雨昕心里一阵阵的发慌 我们走吧 这里被别人看热闹了 林云拍拍韩雨昕 韩雨昕这才反应过来 这里不是自己家的房间 而是路边 那边明显的有几个人偷偷的往这边偷看 顿时脸羞的更红 刚才她一时情难自尽 真是丢死人了 赶紧毫不犹豫的拉着林云的手 急急忙忙的离开了这里 一直走了好远 韩雨昕才平静了下来 看看林云有点得意的笑 伸手就想扭她一下 不过手放到她的腰间 却变成了轻轻的搂住了林云一般 她忽然舍不得去扭林云一下 老公 那个云精灵是你的心血 你为什么要给她呢 韩雨昕突然想起了 林云刚刚将自己猜发的云精灵的技术 交了出去不知道林云会不会沮丧 其实就是今天他们不找我 我也会交给他们 你知道这个技术要是国家不掌握 肯定是不现实的 这是通讯产业 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之一 况且就是不是这样 我也会给他们 你想想 这个技术我要着有什么用 又不能自动变钱 还不如卖出去 我只要抓住云精灵的生产就可以了 这个是别人防造不去的 就是他们知道了我的技术 没有我的材料 照样生产不出来远程通化产品 最多十几里计而已 而这个技术被我变钱了 云精灵产品依然是云门通信才能生产 何乐不为呢 你说呢 林云说完 似笑非笑的看着韩雨昕 韩雨昕恍然大悟 我说你怎么会突然变得大公无私了呢 果然是这个道理 难怪你还要将这个技术 卖给别的国家了 林云一阵汗颜 难道自己在妻子的眼里就一直是一个奸商 看见林云奇怪的表情 韩雨昕奄然一笑 你越精灵越好啊 这样我就饿不死了 说完忽然靠在林云的身上 扮上之后才说到 你知道吗 那天你参加人才市场的时候 我也在 你知道当时 我是怎么想的吗 林云听到韩雨昕的话 突然想起了张玄 这个桃花媚脸的女人不知道怎么样了 上次居然被海盗挟持过一次 自己还无意之中救过她 我当时心里在想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我可以养活你的 可是等我抬起头看你的时候 你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再次遇见你的时候 已经是你在养我了 韩雨昕没有等林云回答 依然自顾自说道 林云愣了一下 没有想到当初自己去人才市场还被韩雨昕看见了 当初自己只有星云期 连自保都难 见韩雨昕有点缅怀 连忙打趣的说道 早知道你那个时候就爱上我了 我也不用去找什么工作了 回去当个小白脸 让你养活不就好了 嘿 真是师父 韩雨昕再次搂紧了林云的胳膊 摇了摇头说道 我想 我看见那个女人骗你 我很是气愤 不过爱上你应该不是那个时候 老公 你可以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吗 嗯 我真的很想知道 说完 韩雨昕停了下来 很是出神的看着林云的脸 好像要从上面找到答案一般 嗯 我想应该是你生日那天 我送一串项链给你 然后你扑到我怀里的时候吧 林云摸摸鼻子 心说 这种事情要回到房间里面去说才好 在大街上说 好像有点那个了 只是对韩雨昕提出的任何问题 她都不想避开 我也是 韩雨昕知道第二天林云不告而别的时候 她很伤心 甚至后悔过那天为什么要和美娜去睡 不过也知道就是再来一次 她也没有勇气和林云去睡在一起 只是林云不告而别的时候 心里的想法而已 林云不知道韩雨昕怎么突然和自己探讨起这种事情 怕她太过伤感 连忙笑着说道 我们找个地方去吃晚饭吧 嗯 韩雨昕突然想将自己的这些心事告诉林云 她甚至有一种害怕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和老公分开了 虽然林云说过以后要带她一起的 但是像类似昨天的那种事情谁知道会突然发生的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了 除了自己的老公连国家艺能组里面都有败类 还不是一个 原来自己待在一家小公司两点一线还没有察觉到 到自己接触的人和事情一多 才发现这个世界阴暗无处不在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播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虎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第215集 云精灵的技术是自己的老公花了心血弄出来的 别人只要一句话 这个我不能破解就要交出去 虽然林云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他依然耿耿于怀 就如自己以前一样 家里人让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呢 如果自己不是有了林云 这样麻木的听从家里人的安排 自己现在的世界又是怎么样 他现在唯一庆幸的就是 幸好家里人第一次出卖自己的时候 对象正好是自己现在的老公 想到这里 韩雨昕抬起头 盯着林云 武器朦胧的眼睛里 却有一种柔情在闪动 林云看了吓了一跳 连忙对着韩雨昕的耳朵 轻轻的说道 这里可不是房间里的大床了 你可不要弄错了 坏蛋 说完这两个字 沉默一会儿再次说道 我想去分江那个路边的公园看看 还有我想回去看看雨婷 不知道她现在去了哪里 其实她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她妈妈从来都很少管她的 好啊 现在就去吧 林云当然没有问题 只是现在很晚了 她没有飞机了 林云真是被自己的这个老婆打败了 自己带她飞来飞去居然忘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她 毕竟思维可能有点定势 一时没有想起来也是正常 韩雨昕一直想着这些事情 居然还真的将林云会飞的事情忘了 听说女人笨点 男人会喜欢 立刻韩雨昕就为自己找到了借口 狡黠的一笑 林云不知道韩雨昕 什么时候口才变得这么好了 请说你笨不笨我都喜欢 没想到林露虫这个老不死的居然还可以再认三年 难道我们要等到三年后再对林小子动手不成 李明生脸色阴沉 自从上次和秦帮中一起得到了柳贵的养心丸配方后 加上又不声不响的干掉了柳贵 让这件事变得死无对证 使他一度很是期待李家在他手上再次发扬光大 超越以往最为辉煌的日子 可是没想到正准备对云门集团动手的时候 却传来林家老爷子连任的消息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说句实在的 当初对于李家要他和宋雷解除婚姻 他很是不甘心 宋雷人长得漂亮不说 更让他心仰的是宋雷有两个无比吸引人的凶器 早知道就趁早将这个女人给干了 不过好在现在秦家的秦颜倒也不错 长得一点都不逊色宋雷 虽然胸部略小 但却是更有韵味的小辣椒 只是这个女人也和那个宋雷一样 从来都不愿意单独出来和他约会 真是心仰无比 但是秦家的女人却不允许他霸王应上 他没有林云那么大的本事 可以动了秦家的人还逍遥自在 他心里很清楚 秦李两家的合作仅仅限于斗倒林家而已 甚至他都怀疑一旦林家倒台 秦家是不是还会遵守婚约的问题了 所以他总想先约了秦颜出来生米煮成熟饭 不要到时候像宋雷一样竹篮打水 秦帮中看看怒气冲冲的李明生 心说这还真是一个草包 秦颜侄女绝对不能嫁给这种人 一般的人如果要是想占秦家的便宜 那么林家就绝对不能太过弱小 一旦林家失事 秦家愿意用秦颜和李家的这个二少联姻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明生不用着急 林家老不死不在位 我们有不在位的办法 他连任了 我们有连任的办法 原来几乎半场的计划肯定是想不通了 我们要改变策略 秦帮中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看了看李明生 要怎么改变 李明生几乎是下意识的立刻问道 秦帮中一听 再次的冷笑一声 这人还真是草包啊 不要说制药厂了 就是华信和移动公司都应该岌岌可危了吧 我不知道明生贤职的移动公司如何 我只知道我们华信集团已经开始严重亏损了 秦帮中不动声色的端起茶杯 加了点热水 原来我们是想通过以国家的大名义 将云门集团的通讯这一块强行的收回 然后由我们重组 林陆重退休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阻力 他连任再厉害 难道还能和一个国家相抗衡不成 我父亲和你爷爷两人再加上一些同盟 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拿下 这是阳某 就是林家知道又能奈我何 人走茶凉 我不相信林陆重走了 上层还有帮林家说话的人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这林陆重居然连任了 他一连任帮他说话的人并不比我们两家少 所以这个机会基本上是破产了 如果要再次强行执行的话就会激怒林云那个疯子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而且还有人帮他擦屁股 秦帮中说到这里冷哼一声 对林云的恨意不言而喻 那秦叔的意思是 李明生顿时来了精神 同时心里盘算着斗倒林家之前 将秦妍这个诱人的小辣椒弄上床 我们之前这么长时间的布局 应该可以发挥点作用了吧 况且我还有后手 秦帮中虽然很不喜欢这个犹如蠢猪一般的二少 但是也只能和这种人合作 借用的不是这个二少 而是他李家的事 坟江中阳路的寒家大院 自从林云过来闹了以后 就再没有往日每天灯火辉煌的日子 虽然韩家的人得知了 林云已经找到了韩雨昕 应该在韩雨昕的劝说下 不会再来这里烧大院 但是人心已散 韩家的生意每况愈下 居然有了再次落魄的趋势 梅田院韩征平的住处 韩雨亭的母亲刘飞 再没有了往日的风光 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憔悴 看见韩雨昕和林云走进来的时候愣了一下 好久才反应过来 立刻站起来说道 雨昕 韩雨昕点点头 阿姨 我回来想看看雨亭 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还有 你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刘飞眼里的悔恨一闪而过 雨亭 已经走了几年了 一直没有消息 我家的那些亲戚 我都去找过 但是从来都没有找到过 我悔恨当初 雨亭刚走的时候 我没有在意 现在想找 却找不到了 我很想她 刘飞说完 低下头有点抽气 林云看了一下 没有看到韩征平在家 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我想看看雨亭的房间 韩雨昕 对刘飞的样子有点同情 但是她也知道这雨亭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你去看吧 雨亭的房间 我和她爸爸都没有动过 还是那样 韩雨昕 带着林云走进了雨亭的房间 房间很干净 看样子雨亭的母亲常常过来打扫 书桌上依然有许多的书籍 见证了韩雨亭离开的时候还在上学 一张雨昕和雨亭两人大大的合影 放在了书桌中间 韩雨亭搂住姐姐 笑得很是开心 韩雨昕拿起照片 轻轻的用手抚摸着照片 长久 才放下手准备将照片带走 等等 照片里面有夹层 林云神使已经扫到照片里面的夹层 韩雨昕没有使用神识的习惯 只是听林云说了以后才发现 这素风的照片里面是有一个夹层 小心的将素风拆开 落下来一张薄薄的信纸 但是上面的字却不多 后半段明显的皱皱巴巴 应该是水打湿了再干的样子 我对不起姐姐 对不起姐夫 可是我却爱上了姐夫 我无法自拔 总是幻想自己还躺在姐夫的怀里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 我宁可和那个情深同归于尽 也不愿意她去破坏姐姐的幸福 可是我却自己去破坏了姐姐的幸福 失去以后才知道 我只是不能常常看到姐夫 我就如此的难以自控 可是我却害得姐姐会容 离家 差点将命也丢掉 变深深的和姐夫分开 我原来不理解 现在我才明白 姐姐当时的心已经被我和家里的人 搅得粉碎了 现在我才明白 世界上还有姐夫这种男人 我好傻的 自作聪明 还以为自己是对的 现在才知道 自己真的好傻 我爱姐姐 但是我又爱上了姐夫 可是我却伤害了我最爱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 我应该是个坏人 我要去找姐姐 可是我却没有脸再看到姐姐 我想找姐夫 可是我却不敢面对她 如果还有来生 我要对姐姐说 我只想作为一个陪嫁品 和姐姐一起嫁给姐夫 我走了 可是我却不知道 应该到哪里去 姐姐 我不敢对她说对不起 姐夫 我真的好想你 真的好想 妹妹 韩雨昕拿着手里后半段 明显的是被泪水浸湿的信纸 有点愣神 姐妹两人的泪水 落到同一张信纸的同一个地方 雨昕 林云健壮赶紧上前 搂住了雨昕 她最怕雨昕伤心 没事的 雨婷这么大的人了 知道自己做什么 你不用担心她 林云继续安慰韩雨昕 林云 韩雨昕 浮在林云胸口 有点哽咽 雨婷还笑 我生她的气 是不是不应该的 她当时的想法 只是她不了解你 我 雨昕 你不要多想了 我们到时候去找找看 也许可以找到呢 雨婷不是小孩子了 有的事情做错了 就是做错了 无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她应该尊重自己的姐姐的想法 不过 现在可以改过来 说明她成熟了 也不算晚了 走吧 林云拍拍韩雨昕的肩膀 嗯 韩雨昕和林云离开了梅田院 韩雨昕有点沉默 林云知道韩雨昕的心情 只是陪着她 慢慢的走了一程 我想问你一件事 韩雨昕忽然停了下来 看着林云说道 什么事 林云有点差异的 看着韩雨昕 她好像很是慎重的样子 不过立刻就知道了 韩雨昕想问什么事情 那封信她也看过 心里按说不好 自己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找到雨婷 你准备怎么对她 韩雨昕说完 眼睛看着林云很是认真 呃 这个 林云还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答韩雨昕 她对雨婷 只是停留在雨昕 妹妹的感官上 没有什么感情可怜 雨昕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只是 林云还真的无法回答 虽然这种事情 在天红很正常 但是在这里 要同时将姐妹俩 全部取回来 她还没有想过 韩雨昕却没有再问 只是轻轻地抱住林云的胳膊 谢谢你老公 雨婷的事情 等找到雨婷再说吧 也许那个时候的她 想法又有不同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获奖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虎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第218集 听雨婷这样说 林云总算是输了口气 当然不会再提起这件事情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吃饭 再去那个路边公园看看 林云说完 神石就扫了出去 她想找一个 合适的地方去吃饭 不过 林云马上脸色就一沉 你怎么了 韩雨夕已经看见了 林云突变的神情 哦 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叫宁威的女孩 林云想 这宁威都好几年不见了 这次看见 居然丰满了许多 宁威 我认识啊 韩雨夕心里 其实非常的感谢宁威 就是因为认识了宁威 她才知道 自己误会了林云 如果不是宁威 也许她已经是 失去了林云 想到这里 心里莫名的有点紧张 紧紧的抓住了林云的手 她现在有点麻烦 我们去看看吧 林云说着 带着韩雨夕 直接来到了凯皇酒店 心里对老幺这样 安排宁威有点不满 也许 这事情老幺不知道 但是毕竟宁威 是在老幺旗下的公司里面上班 楚经理 我真的不能喝了 要不下次 我请我们主管 再来陪你喝一杯吧 宁威端着手里的酒 心里是犹豫不定 要是让眼前的这个胖子 不开心了 这次和云门集团的生意 就肯定会崩掉 要知道 现在港海旗下的通讯产业 已经缩水到没有了 而云门通讯 而云门通讯下面许多的代工 都是香饱饱 想找都没有地方去找 这次能够和云门集团 驻坟江办事处的 楚经理 拉上关系 实在是意外之喜 虽然这次机会实在是难得 但是公司所有的人 都不愿意接下这个业务 不是因为这个业务不重要 而是这个业务太过重要 但是成功的几率又几乎为零 少得可怜 虽然明知道机会很少 但是一旦失败 就意味着辞职或者是降职 自立相对矫浅的宁威 就成了唯一的炮灰 被拉出去当了挡箭牌 宁威心想 自己在这里虽然已经几年了 但是相对于这些十几年的老家伙来说 还嫩了点 没有办法 只好抱着侥幸的心理 来和这个楚经理商谈业务 这个楚经理果然和传说当中一样 是一个色狼 对于宁威和他带来的一个刚毕业的小女生直吞口水 宁威和一个小女生 怎么敌得过楚经理这边三个人不停的劝酒 但是宁威毕竟出来了几年 哪怕丢了工作也不能喝醉还是知道的 一旦喝醉 这死胖子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一想到自己这个工作还是林大哥当年帮自己找的 他就不想失去 可是自己都好几年都没有见到他了 不知道林大哥还好不好 听说云门集团的老总也是林云 他甚至有的时候都想去宴京看看这个老总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林大哥 但是也知道这事情太过荒谬了 至于去问老妖 自己却很少可以看见这个董事长 他好像和林大哥一样很少露面的 自己已经为了寻找林大哥打过几次电话给陆锦了 但是董事长也不知道 自己总不能总是为了一点小事情不停的打电话给董事长吧 听了宁威的话 这胖子土经理点色一尘 宁科长 说句实在的 我们云门集团是什么样的公司 也知道 我想我还是可以说上一句话的 我们不是没有合作者 是想要和我们合作的人太多了 你不会喝杯酒的面子都不给吧 宁威心里一尘 直到自己无法善聊 自己这个工作真的不想丢掉 一个是这工作自己比较喜欢 还有就是 这是林大哥帮自己找的 也许哪天林大哥来找自己 自己还在这里上班 他还可以找到 要是自己离开了 如果哪天他来找自己 却肯定是找不到了 他没有别的想法 只想哪天林大哥来了 想请他吃顿饭 想到这里 宁威再次的将手里的酒喝掉 宁姐你 就是和宁威在一起的这个刚毕业的女孩都知道 这胖子动机不良了 而且这胖子带来的两个跟班 也是一脸的色相 楚顿心里暗喜 第一眼看见宁威的时候 就心里一喜 没有想到还可以吃到这种清秀的女人 真是意外之喜 她现在已经对云门集团住坟江办事处的这个职位 相当的满意了 不但有水多还可以经常弄几个美女尝尝 一看宁威喝的有点多了 伸手就朝宁威的肩膀搭去 走吧 你们公司的事情包在我的身上 我们先去唱支歌 一边说着满嘴的酒气就对着宁威喷去 宁威虽然喝的有点多 但是人还清醒 当然闪身避开的楚顿的手脸上已经有了怒火 哎 你还要不要这个业务了 怎么这么不识趣 和楚胖子一起来的一名瘦高男子就见宁威闪开 心里很是不满意 不要就不要 有什么了不起 宁威带着和自己一起来的女孩就要离开 哎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嘛 另外一名男子已经拦住了包厢的门口 你们想怎么样 宁威的心里忽然有点害怕 怎么 云门集团的人居然这么不要脸的 难道他们就是以公司的名义出来害人的吗 哎 楚歌看上你是你的父亲啊 你知道楚歌是什么人吗 林经里的人 哎 小三将宁科长带到里面房间去 手高个儿朝挡在门边的男子使了个眼色 宁威一看驾驶不对 忽然抬起脚对那个瘦高个儿就是一踹 然后想拉起身边的这个女生就走 但是可能因为酒喝的有点多 踹了一脚后自己也同时跌倒在地 储顿一声宁响 抬起巴掌就对着宁威扇了过去 不过他的手扇到半空当中忽然断裂了 整个手掌落到地上 诡异的情景让在场的几人都呆住了 十几秒后 这胖子才反应过来 用另一只手捂住断了手掌的手大叫 干嘛的 是谁砍了我的手 居然没有感觉到疼 不过说完这句话后 他才开始惊慌起来 是自己的手被砍了 不是被打了一下 我砍的 林云带着韩语熙从门外走来 几人才发现包厢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 你你是谁 楚顿虽然是区域经理 但是并不认识公司的老总 他没有见过林云 不知道林云就是云门集团的董事长 瘦高个儿和小三立刻朝林云冲过去 不过还没有到林云面前 就被林云踢出多远 撞在包厢的墙上 传来几声骨头断裂的声音 报警 快报警 楚胖子这个时候明白了过来 林云不是他可以对付得了的 林云懒得看这瘦高个儿 拿起电话报警 走过去 对着这个楚顿又是两耳光 等这个胖子吐出几口血来 才一脚将他踹开 又将宁威拉起来问道 你还好吧 你是林大哥吗 宁威突然看见林云的时候 都有点愣神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和几年前的一幕何其相似 林云和三年前一点都没有变 你在这里是不是很委屈的 林云看见宁威出来陪酒 就知道宁威肯定过得不是很如意 不是 宁威忽然很想哭 很想立刻冲到林云的怀里大哭一场 就好像在异乡被人欺负了 却突然遇见了自己的大哥一样 宁威肯定过来 宁威已经看见了林云旁边的韩宁威 惊讶韩宁绝世的容颜 同时也惊讶韩宁怎么和林大哥在一起 宁威姐不是离婚了吗 宁威 韩宁威已经过来扶住了宁威 楚顿此时也看见了韩宁 张着嘴巴 口水像一头猪一样流了下来 居然忘了自己的一只手被砍断的视角 好美 世上居然有这等闲人般的美女 老子就是拼了老命 也要将这个小子干掉 砍老子的手 这么好砍的吗 自己的手被砍了应该流出很多血才对呀 好像流的血不多呀 这个等话和你说吧 韩宁威知道自己的事情和宁威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夏兰 这是我常常和你说的林云大哥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 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宁威姐姐 宁威反应了过来 联盟相互介绍了一下 夏兰联盟上前打了个招呼 同时也被韩宇希的容貌震惊 林大哥 现在怎么办 宁威没有遇过事情 见林云砍断了这个储盾的手 很是担心 什么怎么办 等会儿大哥带你们去吃大餐 不用管这些垃圾 林云见宁威很是紧张的抓住宇希的手 只好安慰到 可是 他是云门集团的人 我想 宁威不是为自己担心 是有点为林云担心 甚至在考虑是不是警察来了 自己说这个储盾的手是自己砍断的 但是 四处看了看 却找不到凶器 云门集团没有这种垃圾 从现在开始 他已经不是我公司的人了 林云厌恶的看了一眼 这个胖子 心说 这家伙按照自己的脾气 是要杀了的 看样子 自己还是不大适应 不能随便杀人的这个地方 林威 你不要担心 云门集团 就是林云担的 韩宇夕见宁威担心 出声安慰道 啊 真的是你 宁威愣住了 没有想到这个公司 还真的是林大哥办的 楚胖子更是冷汗直冒 虽然他没有见过公司的董事长 但是对于董事长的传说 他可是知道的太多了 自己居然这么倒霉 林云冷冷的看了一眼 这个胖子和倒在地上的几个人 心里却知道事情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看样子 有很多事情自己被蒙在了谷里 要不是自己今天和雨昕来到坟江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知道 坟江有这种事情 难道别的地方就没有了 此时警车已经呼啸而至 萧威现在很是风光 就是因为当初在钱贵听了老黑的提示后 认识了林云 当然 虽然是单方面的认识 但是他后面的官路却是很是顺畅 现在已经从一个队长升到一个所长了 本来作为一个所长 这点小事是犯不着他来管的 但是打电话的人是云门集团的人 他不敢怠慢 他可是知道自己官运横通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及时认出了现在云门集团的总市长 林先生 所以一听说是云门集团的人 当即就亲自带队过来了 带着几名警察刚走进来 萧威的脸色就变了 楚顿他是认识的 可是眼前的情况已经出乎他的想象了 他以为最多是打架的时候 楚顿吃了点亏 或者是楚顿想让他来帮忙 要武扬威一下 可是眼前的情况 却是楚顿和两名同伴被打倒在地 而且地上斑斑血迹 楚顿的一只手居然被砍断了 很明显地上的手掌 就是楚顿的 居然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还闹在了云门集团人的头上 萧威的心里一寒 当即就要下令将林云挤人扣起来 不过一转身 看见林云微微的冷笑 萧威差点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这人不就是自己几年前 在乾贵遇见的那个林先生吗 他不是云门集团的董事长吗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林先生已经得知他手下的人被打了 打人的肇事者已经走了 想到这里 娇威背上的冷汗刷的就下来了 自己的所长可能做到头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播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疯的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第219集 林先生 真是没有想到 居然在这里还可以遇见你 真是荣幸啊 焦所长已经束手无策了 哦 你是焦队长 林云也认出来了眼前的这名警官 是 是 托您的福 现在是所长 小微心里已经在暗恨打人者 但是 林云在这里 他也不好丢下林云直接去问楚顿 那好 这个楚顿打着我原门几惨的幌子 在外面欺男霸女 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 今天居然想借机强奸我的两个朋友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我希望警方可以将这几个混蛋的底细全部查清 绳之以法 还受害者的公道 绝对不能轻判 林云说的大义凛然 焦微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个楚顿部长眼居然得罪了顶头上司 真是活该 看样子自己运气不错 连忙说道 好 好 居然有如此的败类在我的眼皮底下 真是喊言 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将这三人带走 焦微此时却大为放心 只要没有得罪到这个林先生就可以了 几名警察将楚顿三人当即带走了 一点停顿都没有 看样子 这个焦微的威信还是可以的 宁威 将你和同事的姓名告诉这个焦所长 林云知道 这焦微回去要做笔录 先说出来 至于做笔录 就让他自己去做好了 我叫宁威 这是我的同事夏兰 都在芬江海灿店子 这次来是和楚经理谈一笔业务的 没有想到楚经理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宁威当然也知道林云的意思 焦微安自松了口气 到时候自己做了笔录 要是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才搞笑了 连忙说道 谢谢宁小姐的配合 楚顿这人隐藏的太深了 今天居然敢对两位用墙 幸亏即时发现 这楚顿的同班也太不小心了 居然拿出刀子 还没有砍到宁小姐 居然推荡当中伤了自己人 哎 焦微自顾自说完 和林云告辞而去 宁威和夏兰听得莫名其妙 这楚顿的手不是他自己人砍的呀 不过宁威也不是刚出来的嫩人了 当即就明白了过来 这焦微为了与防万一 先和自己串了一下口供 林云虽然对砍了这楚顿一只手毫不在意 但是也知道这种事情 他可以不在意 但是焦微不能不在意 当然要搞个清楚的 林大哥 原来你真的是云梦集团的董事长啊 我常常想 林董会不会就是你 原来是真的 宁威看见了林云 心情很是激动 韩宇曦知道宁威的想法 笑了笑 没有说话 要是当初林云真的有那种想法 也许现在宁威也是林云的妻子了 他对这个清秀的宁威很有好感 不是他 也许自己现在还在误会林云吧 宁威 夏兰 我和你嫂子带你们去吃饭 估计一直喝酒到现在还没有吃什么东西吧 林云笑着看了看宁威和夏兰 他已经知道公司里面出了问题 不然不会出现一个什么焚疆办事处的 以云门集团产品的唯一性和热销程度 根本不需要地方办事处 这个主意是谁出的 就是自己不管事情不知道 但是 蒙文怎么会不知道的 一个什么事情都不做的办事处 每天只知道喝酒去人家公司泡女人 甚至强奸的事情都有 这是什么概念 有人在打自己公司的主意了 林云已经在想 蒙文当这个总经理 是否合适了 这种事情都没有察觉 这觉悟也太低了 无论如何 今晚回去要找蒙文谈谈公司的事情了 林云带着几人来到一家比较清静的菜馆 一边吃饭 一边相互简单的说了一下几年的事情 宁威才知道 韩雨昕是林大哥的妻子 虽然有点不解当初雨昕姐是和谁离婚的 但是也不好当着林大哥的面提出来 她第一次见到雨昕姐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好感 不是因为雨昕姐长得实在是漂亮 而是因为雨昕姐给她一种亲和的感觉 现在再见到雨昕姐 回想起当初自己说的话 居然没有多少害羞和尴尬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是在这里过得不是很容易就去验惊我的公司吧 反正我公司需要你这种人才 林云见宁威似乎在这里过得并不开心 就主动提出来了 嗯 其实我也想和林大哥说这件事的 本来我早就想走了 只是 只是 宁威说了好几个指示 却说不出什么原因 她很想报答林云一次 但是怕自己说出来 雨昕姐误会自己 好 就这样说定了 宁威 你将这边的事情办好后 就去验京找我 或者是找蒙文 我会和蒙文说一下的 林云见饭已经吃完 又再次见到了宁威 心里也是很高兴 但是对于公司的事情 她却很是不放心 想晚上回去 问问蒙文 林姐 夏兰见宁威就要去 云门集团了 心里很是羡慕 但是又不好主动开口 也要求去 宁威不好说什么 但是林云却看出来了 夏兰 如果你想去我们公司 也可以和宁威一起去 如果你留在坟江 你就将你们现在的公司 和云门集团的业务办了 这个代工留给老姚的公司 做也很好 你要是来不及的话 就将这件事情 交给你们办公室的其他人好了 记得直接去燕京办理 这边的办事处我要撤掉了 吃完饭 林云送走了宁威和夏兰 有点抱歉的对韩宇曦说道 宇曦 现在公司可能有点情况 我想现在先回去看看 要不我们明天再来 就下次来吧 反正随便哪天来都可以 也不一定要马上就过去 韩宇曦很是善解人意的抱住林云的胳膊 宁威从出租车后面看见宇替姐很是幸福的靠在林大哥身上 心说自己当初感觉真是正确的 林大哥也只有宇曦姐才可以相配 回到燕京 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林云带着韩宇曦直接来到了云门大厦 董事长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月田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 准备下班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林云却来了 还没有下班啊 萌闻在吗 林云随口问道 她已经发现萌闻不在这里 文姐身病好久了 只是她不愿意住院 美娜在照顾她 我正准备过去 月田脸上明显的对林云有些忧怨 文姐生病这么长的时间 林云却不知道 简直太过分了 啊 是怎么回事 林云急忙神识扫了出去 发现萌闻果然在家里躺着 神情有点憔悴 林云一愣 心说萌闻的身体自己改善过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生病的 而且 看情况还不轻 本姐自从一个月前生病到现在 断断续续 时好时坏 一直没有根治过 所以来公司也是只能待上一两天 最后两个星期更是没有再来过了 夜田说完暗暗的叹了一口气 自从萌闻的脸治好了以后 他已经和柳若霜以及后面来的苏静如 并称为云门三花了 萌闻最后来公司是什么时候了 林云知道 这事情肯定不是简单的生病事情 上次静如来的时候 文姐还来了一次的 后来就没有再来过了 不是去医院 就是躺在家里 每次都是我和美娜轮流去照看 夜田说着 很是委屈 她委屈的是 林云对蒙文姐不闻不问 为什么不告诉我 林云再次问道 文姐不让说 而且你又常常不在 今天美娜去告诉雨夕姐了 但是雨夕姐和你一起出去了 夜田低头说道 她知道蒙文姐 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林云和雨夕姐的 只是她心里为蒙文姐有点难过 蒙文其实和林云他们住在一个小区 只是林云常常不在家住 以至于到现在都不知道蒙文生病的事情 夜田带着林云和韩雨夕 来到蒙文房间的时候 蒙文刚刚睡着 脸色苍白 朽眉紧促 总睡着了 依然还是很不舒服一般 夜田看了 很是心疼 林云没有去握蒙文的手 只是用神识扫了一下 当即就冷哼一声 心下暗说 好歹读的手段 你们先出去 我要帮蒙文治病 时间可能有点长 不要担心 林云对着跟在身边的雨夕 夜田和美娜三人说道 等到三人出去 将门关了起来 林云才坐在蒙文的床前沉思 这明显的不是生病 这是种了一种古术 而且这还不是常见的十一种古之内 这是一种新的古术叫霍心古 自己当年研究医术的时候 恰恰研究过各种古术 一般这种可以释放霍心古的人 都是用古当中的高手 这蒙文中古的时间不长 但是也不短了 这古只要超过半年就很难治疗 超过一年已经是死人了 蒙文当前的情况绝对不是一个月的事情 肯定有两三个月了 只是这是谁会给他下这个毒手 这霍心古一旦到了半年 就开始吞噬心神 到最后见什么吞什么 直到宿主死亡 但是没有到半年 这古只是迷惑心智 使众古者慢慢的迷失 这蒙文算是意志坚强之辈了 居然坚持了这几个月 两个星期前还去过公司一趟 实在是不寻常的女子 林云揭开蒙文身上的被子 一股淡淡的香味传来 林云知道这不是正常的香味 这是霍心鼓造成的 冷笑一声 这下鼓的人技术还不到家 要是技术真的很好的话 就不至于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蒙文穿了一套淡青色的睡衣 林云揭开她被子的时候 她就醒了过来 没呢 蒙文刚叫一声 就看见了揭开自己被子的是林云 藏白的脸上红了红 你来了 嗯 你胖着不要动 对不起 我来的有点晚了 林云连蒙说道 蒙文愣了一下 本来就知道自己的病是无法治疗的 见林云都说她来的很晚了 直到她也明白自己已经无法治疗了 当即就有点出神 林云不知道蒙文误会了她的意思 心里还在想 怎么治疗蒙文 关键是不能伤害她体内的蛊虫 自己一旦杀了蛊虫 这下骨的人就知道自己的骨被人家破了 这样下骨的人会当即逃走 自己将没有办法找到源头 林云 你将我抱起来 蒙文期待的看了看林云 林云反应了过来 当即就上前将蒙文抱了起来 小心的要将她靠在床头上 不要 你就抱着我好了 蒙文笑了笑 有点刻意的往林云身上挪了挪 不要紧的 你不要紧张 我也不会告诉雨西的 蒙文靠在林云的怀里笑了笑 说完了这句话就闭上眼睛 不再说话 可是你这样 我没有办法帮你治疗啊 林云愣了半天说道 蒙文却没有说话 看了林云许久 一直看到林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正想说点什么 蒙文突然抬头 吻住了林云的嘴 蒙文的嘴唇温软 潮湿 但是却又很是冰冷 淡淡的甜香 混合着有点凉软的香舌 让林云顿时心神摇曳 竟然有点不舍 林云忽然想起了外面等着的雨西 心里一惊 正想推开蒙文 忽然脸颊两边 滑下两行冰冷 林云知道 这是蒙文的泪水 赶紧将蒙文拂好 离开了自己 蒙文 你 林云看见 蒙文 居然泪眼 旁沱 连忙问道 林云 不要推开我 蒙文说完 脸色越发的苍白了 林云心说 我要早点帮你治疗啊 你的情况不容乐观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疯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 西瓜听书点控 第二百二十集 但是 看见蒙文的神强 林云居然很是不忍 连忙再次将蒙文 搂在了怀里说道 你不要着急 我会帮你治疗好的 蒙文摇摇头 他知道自己的情况 这和自己脸上的伤 是两回事 林云 我知道自己的情况 你不要说了 当初我说过 要陪你一次的 可是我即将要死去了 居然到今天 还没有兑现 如果你喜欢 现在 现在 蒙文说着 脸上再次的泛起 一团红蕴 喘气 有点急促了起来 林云叹了一口气 如此娇艳的一个女子 穿着睡衣 躺在床上 被自己抱在怀里 还说这种话 得任何时候 林云都要做一回 禽兽了 这不是他可以忍受得了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只能做禽兽不如啊 已经就是要做禽兽 也要将蒙文的病治好吧 不然 那就是要了蒙文的命 蒙文 你不要动 林云说完 将蒙文放在床上 伸手解开蒙文的上衣 本来他就在犹豫 如何逼蛊虫而烦恼 不知道解开蒙文的衣服 他会不会发怒 但是听了蒙文的话 知道至少他不会发怒了 蒙文见 林云开始解自己的衣服 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的红艳了 居然真的躺着 动都没动 蒙文 你躺着不要动 你种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毒 我可以帮你解除掉 只是要花费时间 林云安慰蒙文 怕他在自己抓捕蛊虫的时候乱动 啊 林云 你说我死不掉 蒙文脸上的红韵忽然消退了大片 人变得紧张起来 他之所以有勇气和林云提出这些事情 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了 今天上午回来的时候 医院的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准备后事 这只有美娜知道 他让美娜去找林云 只是想临走之前见林云一面而已 没想到林云来了 居然说自己的病可以治疗 这要是治疗好了 还不休死人了 想到这里 蒙文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他忽然不想让自己的病治好了 你当然死不掉 林云看了蒙文 突然再次变得更加苍白的脸色 心里一愣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 我 蒙文忽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难道他说 我不想让你治疗了 你出去吧 林云叹了口气 隐约猜出来了一点点 自己虽然帮助蒙文报了仇 但是蒙文却不欠自己什么 自从帮助自己创办云门集团以来 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 更是全部压在了他的头上 李清是个什么人 林云当然也清楚 他不可能为蒙文分担多少任务的 可以说 这个公司就是蒙文一个人撑起来的 而今天蒙文的话 显然是对自己大有情意 他可能是误会他自己已经无药可医了 才对自己这样真情流露 可以想象 如果他知道自己还是可以治疗的话 以蒙文的矜持 他应该不会说出这个话的 林云顿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对蒙文他有些好感 但是聚男女之间的事情还有点点距离 但是这事情谁又可以说的明白 当初自己对雨夕也是这样的 可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晚上 就让他爱上了妻子 爱有的时候真的很远 有的时候却就在眼前 我知道了 你帮我治疗吧 谢谢你了 看到林云的犹豫 蒙文忽然对林云笑了笑说道 说完这句话后 就再次闭上眼睛 脸色变得平静下来 林云知道 现在帮蒙文治疗 他就是将蛊虫逼出来了 但是也不能从根本上 治好蒙文的病情 他身体已经被蛊虫伤害 如果他自己都没有什么心思去求活 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容乐观 爱莫大于心思 蒙文的心已经死了 自己治好了他有用吗 况且一个内敛的女子 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做出这种事情 男人还拒绝了 得任何一个女子都不会受得了 觉得自己的胸口有点凉 蒙文睁开眼睛 看林云还愣愣的呆在那里 忽然心底生起一丝淡淡的悲伤 没有了衣服被脱的害羞 只是再次说道 林云 我不会有事的 公司好多的事情都堆在那里 你快帮我治吧 说完了 蒙文又对林云笑了笑 好像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不会有什么其他想法一样 让林云不用担心 而且公司的事情 林云也不用去担心 作为天红大陆知名的妖物学家 林云当然知道此时蒙文的心态 如果这样长期下去 他将变得麻木和冷漠 林云没有继续帮助蒙文治疗 只是轻轻的将蒙文抱起来 再次的搂在了怀里 蒙文 我现在不能给你什么承诺 这样我会对不起雨西 我只能跟你说 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 我一定会将你和雨西一起带走 你相信我吗 林云后面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蒙文却听明白了 如果离开这里 无论去哪里将自己带走 不就是说给了自己一个承诺 难道他还能将自己随随便便的带走 和雨西一起带走 肯定是作为他的人带走 蒙文呆了的 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跟着林云和雨西一起走的 现在却成了现实 他只是想自己可以将自己的第一次给了林云就了却心愿了 却没有想到这个自己暗恋的男子真的愿意将自己和雨西一起带走的 林云 我 蒙文清醒过来 虽然他很想跟着林云和雨西一起走 但是雨西的想法他却不知道 他只是想在临死之前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了自己喜欢的男人而已 林云 其实我并没有要和你走 你想得太多了 蒙文已经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了林云为什么要说这话 我知道 可是我已经说过了 但是 我 没有但是 你很霸道 你总算是了解了我一点点 蒙文的心结已经打开 无论以后怎么样 至少他已经恢复了希望 虽然林云对自己没有对雨西一样 但是 林云是什么样的人 他心里已经知道 他也从来都没有设想过和林云生活一辈子 林云的话是他心里所想 但是不代表他就一定要按照林云说的去做 不要动 林云说完 两手不停的在蒙文身上点去 没点一下 蒙文就觉得有一团炙热从林云的手指流入自己的体内 将近数百道炙热流入了蒙文全身的各个经脉穴道 缓缓地沿着 缓缓地沿着全身流动着 林云的手依然贴在蒙文的腹部控制着蒙文体内的这数百道的炙热 蒙文忽然觉得胸口有点疼 开始一点点 最后越来越疼 林云看蒙文的表情很是难受 当即用另一只手在蒙文的胸口点了一下 这次却是一团凉凉的气体团落在了胸口 很快 胸口的那团疼痛立刻游走 林云的手指却跟着那团走到哪里哪里疼痛的气体动着 很快 这团疼痛就被林云逼到腹部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去了 蒙文忽然觉得小腹越来越热 想着林云的手就贴在上面 心里一阵的惊慌和潮湿 此时有些东西滴到上面 睁开眼睛 看见了全身湿漉漉的林云 落在他小腹的是汗水 蒙文很想让林云就此打住 但是他也知道现在是关键的时候了 他也是那家功法的修炼者 知道现在一旦打搅到林云 可能对他的伤害要更加的大点 虽然心疼 但是只好忍住不说 林云心里却没有想到蒙文体内的这个骨这么厉害 这已经是一只二阶的骨王了 一只二阶的骨王 价值千金无处可买 这些人还真的舍得下本钱啊 没想到这个下骨的人本事不大 居然拥有这种等级的骨王 虽然不是高等级的骨王 但也绝对不是此人可以培养出来的 林云从掀开蒙文被子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下骨的人骨术一般 绝对不能说是高手 但是这人居然拥有霍心骨的骨王 实在是让人费解 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骨王不是此人养出来的 但是 无论这霍心骨的骨王怎么厉害 现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斗争 依然被林云用心里裹住了 林云来不及擦汗 拿出小刀在蒙文的腹部割开了一个三公分的小口 手上心里一摧 一团被林云心里裹住的荧光 快速的飞了出来 急如闪电 不过 这团荧光飞到一半 就被林云养手裹住 用浴盒装了起来 贴上了一道简单的风符 收紧了戒指 林云将蒙文的伤口处理好 来不及帮蒙文穿衣服 急忙坐在地上 开始恢复心里 蒙文忽然觉得浑身一松 原来的不舒服和各种症状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人变得清晰了起来 看了看正在打坐的林云 蒙文穿上自己的内衣 叹了口气 拿起一块干毛巾 轻轻的帮林云将他额头上的汗擦了去 林云睁开眼睛 请说好厉害的蛊王 这要是自己没有到三星 虽然可以逼出来 但是自己可能也要受伤 而且可能还无法将这只蛊王收起来 你感觉怎么样 林云看了看拿着毛巾的蒙文 没有说谢谢 只是直接问了问他的感觉 嗯 好多了 谢谢你林云 只是刚才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蒙文的脸色再次恢复了正常 只是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扭捏 我说过的话 当然要放在心上 只是蒙文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这里 也许是十年 也许是二十年 甚至有可能永远都离不开 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抉择 我不会怪你的 不然就太自私了 林云说完 心里有点不舒服 自己说的好听 但是一旦蒙文真的选择了离开自己 自己难道真的没有感觉 林云忽然觉得自己好无耻 既然这样还假到学的说什么不会怪他 真的有点伪君子呀 难道自己这样说就可以体现自己的高尚不成 这对蒙文难道就很公平了 难道人家就活该要爱上你 等你慢慢的爱上他 如果爱不上给一个虚无的承诺 就该别人倒霉了 我等你 蒙文嘀嘀的说了三个字 就不再说话 紧紧的咬着嘴唇 任凭自己的眼泪在眼里打转 林云忽然抬起头来 露出整齐白结的牙齿笑了笑 我改变主意了 蒙文听完林云的话 惊讶的抬起头来 脸色再次变得苍白 本来就已经打转的泪水再也装不下 溢出了眼眶 我不想你再做其他的选择了 既然你选择了我就从一而终 你没有别的选择机会了 林云已经决定 就是不能离开地球 自己也不能就这样将蒙文丢在这里 不管不问了 这样实在不是他的作风 有的时候 事情真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还需要在这里和别的女子产生纠葛 甚至还不是与其一人 林云 蒙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倒在林云的怀里 面边的一个山寨 一名衣着花哨的五十多岁的男子 忽然皱了皱眉 什么事情 燕王 坐在他身边的一名三十多岁的艳妇 看见了这男子突然皱眉 心里忽然一惊 有种不好的预感一般连忙问道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环虎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